来关注新能源汽车 6月份国内新能源车辆的销量大幅增加 创出历史新高 多家造车新势力单月销量均破万 在旺盛的消费需求下 车企们交车却犯了难 交付周期显著拉长 来看记者的调查 在上海宝山区的一个新能源车交付中心 记者看到不少顾客前来提车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门店客流量订单量都大幅增长 即使工厂已经满负荷生产 也难以跟上交付 在6月份全国的交付量达到了12961台 同比增长了60%多 进入7月份以后 我们门店的客流还是有非常明显的提升的 消费者们蜂幽而至下订单 可是提车却没那么简单 记者了解到 大多数新能源车企的交付周期在1到4个月 比亚迪交付周期甚至可能超过半年 不少消费者反映 自己手里攥着四五个新能源车品牌的订单 哪个给排产就买哪个 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新能源车店 有消费者正在提取去年订的车 也有消费者为了年底前提车而改换车型 三月份订了勤嘛 然后排了291号 我怕就是万一到年底来都还没提到的话 就是因为我是混动车型嘛 混动车型它可能要不送牌照了 不送牌照呢 我还要去拍个牌 那我用车成本肯定会增加 所以我就换了汗 该店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期每天都有大量顾客到店 加上前期疫情影响 订单积压 工厂交付远远跟不上订单增长的速度 今年上半年已经累积了将近2000台未交付的订单在手上 目前正常的交付节奏是每个月大概有200台左右 那么按照现在的这个市场进度的话 我们的交付还是非常非常的延后的